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不去取经改行说电影的悟空 那今天要跟大家说一款无所不能的神奇面霜 话说有一个博士经过六年的不屑研究 终于研制出一款神奇的乳霜 它的功效啊 令人震惊 可以让面部受损的人迅速变美 让损坏的器官迅速的恢复原样 甚至啊 被截肢的人抹上这款乳霜以后 也能够迅速长出胳膊 它还拥有智能感知系统 可以深度的检测问题的所在 改变人体分子结构以解决问题 有了它 整容医院也都要倒闭 因为只要磨一磨 丑男立刻变成大帅逼 老头瞬间变成帅脚虎 就算是死人啊 多磨一点 也就立马起死回生 而且啊 这款面霜不仅可以用在人身上 还可以用在各种物体上 修电视 修汽车那是样样都行 不仅外敷还能内敷 甚至还能变出各种金银财宝 自从它上市以后啊 各大医院那都是解散了 人人也都变成了百万富翁 而且啊 它不仅可以修复外表 连人的精神也可以 智障的人只要服用一点 立马变身成天才 人人都能成为爱因斯坦 连狗狗用一点都能变身 数学高手 还可以让人心情变得愉悦 每天都充满热情的生活 于是 这个世界变成了真正彻底的理想世界 而且啊 博士还不断地研究 增加乳霜的新功能 不久 可以自动复制的乳霜诞生了 它解决了原材料稀缺的问题 可以无限量的自动生产 很快 人们用乳霜绿化了沙漠 战乱受伤死亡的人啊 全部复活 战争也因此停歇 食物也被源源不断地复制出来 不会再有忍接挨饿的难民了 被污染的水源呀 也全部得到了治理 很快啊 这钱就变得如同废纸一般 人人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但是 这却让世界各地的资本家们不乐意了 他们不愿意让所有人变得跟他们一样 于是开始让各大媒体报道说 这款乳霜啊 会带来癌症和艾滋病 甚至还和恐怖主义有关系 发明它的博士则是一名强奸犯 而乳霜的原材料也被造谣成是死因 在被操控的舆论炸弹的狂轰烂炸下 乳霜成了各种灾难的罪魁祸首 被舆论洗脑的民众啊 纷纷丢弃乳霜 军队也到处搜捕乳霜并且集中地销毁他们 甚至连之前用乳霜浇灌出来的绿洲也被人为的摧毁掉 饥饿的非洲儿童也难逃魔爪 在强压之下呀 一款新的乳霜诞生了 有着神奇的改善皮肤功效 但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功能 而博士则被指控多项罪名背叛终身剪辑 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 这个短片呢 很具有反讽意义 揭示了很多人类社会的问题 也揭露了舆论被操控的黑暗 是一部很不错的暗黑系动画 好了 今天电影讲完了 喜欢的经纪的点赞关注哟